据最新报道,中国自主研制的地壳一号奈米钻机日前正式研制成功,并且首次开钻就取得了开门红。 据悉,近日地壳一号在东北松辽盆,比赛出了一条通往地下伸出的大洞,深度高达7018米,创造了中国乃至亚洲范围内的记录。 在世界范围内也仅次于苏联时期的12262米钻井和德国的9101米钻井,位置世界第三。 但是至中方科研人员介绍,未来地壳一号肯定会冲击万米深度,跻身世界第一只是时间问题,中国为何要在地下钻出这么深的钻井? 专家介绍称,我们都知道,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,而地球的霸径大约为6400公里,人类目前对地下资源的开采最多也就在轻易范围内,部分油体资源要更深一些,但是相比厚度达6400公里的地下矿产而言只是屁毛而已,因此,未来如此开采地下深处的大宝贝,就成为各国的研究重点。 但是开采地下资源并不是意识,需要冶金、材料、地质学、力学等大量学科的技术突破,才能制造出能够探测地球深部的合格钻机。 此次,中国研制的地壳一号完全是自主研发,突破了一系列高难题的技术门槛。 该系统总重量高达1500多多,开称是我国最新的大国重器,除了进行地球深部科考的任务外, 相关的技术成果还可以应用到一系列领域,包括海洋石油开采等等。 借助犀利的万米钻机,未来中国勘察开采地下和海底资源将会是半功倍, 同时还将大大提高过国对于地球深部的认知程度,解决一系列科学上的费解之谜。 据介绍,该钻机目前已经完成了技术设计方案,将在不久之后正式亮相,能够钻出15000米长度的深井。 探索更多隐藏在地下深处的秘密,开采更多是埋在地球深层的宝藏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